余燕仙在内蒙古出车祸的消息可以说是引发了网络热议 由于是一起意外还是撞到了骆驼 所以说如今的重点就是如何处理后事以及理赔上 由于是在内蒙古出的事情 所以说最后的理赔大概率是要按内蒙古的标准来进行的 根据最新的标准 死亡抚恤金是82万7千元左右 葬葬费是4万元 精神维稳金大概是5万元 总计91万元左右 据悉余燕仙每年的纯收入高达数百万 特别是参演了众多影视剧 广告代言 只能说是杯水车薪而已 但毕竟人已经没了 而且余燕仙也没有什么过错 相应的理赔该走流程还是要走流程的 而这笔赔偿金大概率会留给余燕仙的爱人了 只不过余燕仙里是最悲痛的人除了她的家人之外 赵本山和爱人玛丽娟也是感到无比悲痛 毕竟余燕仙是赵本山的小姨子 还是玛丽娟的表妹这么亲的关系 怎么能让人不心痛呢 从现场视频来看 应该是凌晨路上没人 自己开太快了 她可能坐在副驾驶位置 骆驼遇到灯光会停在原地不动 即便都打扫过了 依旧还有汽车碎片和路透毛 毕竟十次车祸九次快 一次瞌睡再作怪 能把骆驼的内脏装出来 可见车速有多快 有之前人称 余燕仙出世的道路经常有骆驼出没 经常有不少车祸 所以遇到这样的道路 必须开大灯要慢行通过 主要的条路又没有路灯 谁也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每个先来 余燕仙的作品给喜欢她的人们带来了欢乐 现在突然离去 真是让人无法接受 每个人的生命都可贵 在不同的位置所产生的价值不一样 她所奉献的东西自然就不一样了 作为明星艺人 他们经常会工作到午夜凌晨 拖着疲惫的身躯 想着回去好好休息 却不幸遭遇车祸意外 这起事故 令人心痛又惋惜 也再次用惨痛的教训 提醒大家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